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怎样避免因为福利问题 公众负担而影响绿卡签证 那么此前几个月前 我们的YouTube频道有两个专门讲座 一个讲到了当前的 在福利公众负担这方面的政策情况 另一个讲到了当时 在拟议中考虑中的新规定 那么美国移民局在前些天 2019年8月14号 移民局的主管单位国土安全部 公布了这方面的新规定 关于福利的限制 公众负担的重新定义等等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尤其是在一些中文媒体上 也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报道 有很多人联系我们 希望澄清 在这里再更多的讲一下 简单来说 大家知道目前的新规定是说 从你申请提交的时候 一般是I485提交的时候算起 追溯此前的三年时间 如果累计起来超过一年时间 使用了某些福利 就可能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 简单是这样的 那么具体的计算 还有一些关于前述的算法 关于使用某些福利 如果你同时在一个月里 使用了两项不同的福利 那么可能累积起来 就算两个月的时间等等 有一些细节 这个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 再具体来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新规定呢 虽然预期是在 2019年10月15号开始实施 但是呢 很可能还会有变数 比如呢 可能会有的法院 法官会颁发要求 暂缓实行的这样的决定 即使实行呢 具体条款 执行方式 也可能会有变化 我们会继续关注 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无论如何呢 大家看到 目前的政府 在福利这方面呢 越来越趋于严格 那么怎样避免受到影响呢 如果是目前在领某些福利的 尤其是现金福利 可以考虑停止 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个人 除了怀孕妇女 未成年人以外等等 个人的medicate 长期医疗照顾 食品券 住房补贴 section aid等等 这些呢 在衡量个人是否 构成public charge的时候呢 会被考虑 尤其是目前还没有绿卡 要申请绿卡的人 那如果我是过去领的福利呢 那么反正过去也无法改变 你可以不用过分担心 随着时间推移呢 这个影响也会减小 前面我们说了呢 是追溯 交485此前的三年 那么对于你的 如果是非现金福利 尤其是过去领的 可以描述当前和将来 个人情况改变了 收入增加了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良好的变化 那么我们立足 现在放眼未来 应该怎样准备呢 我们需要强调的呢 移民局看的不仅仅是 机械的个人领福利的历史 以及当前情况 而更多考虑申请人的综合情况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对于职业移民申请人 你可以强调个人的有利方面 包括年龄比较年轻 健康状况良好 家属的数量不是异常的多 如果不是有八个家属啊 孩子等等这样 那么有足够的收入和资产 然后有相当的学历 工作经验 技能等等 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证明你在美国 可以有专业工作 交好的收入 交税等等 就不会成为公众负担 如果是亲属移民呢 亲属移民有不同类别 如果是美国公民 或者利卡持有人的配偶 子女兄弟姐妹 那么往往比较年轻 和前面的职业移民 可以类似强调个人 这方面的有利情况 如果是美国公民 申请父母呢 不一样 父母往往年龄比较大 有的已经退休 在中国不管是当前 还是退休后的收入 折算成美元 可能没有那么多 子女呢 可以为父母提供经济担保 爱八六四表 那么证明子女 有足够的收入 专业工作 资产等等 可以强调这些内容 子女呢 可以为父母提供生活保障 这样呢 父母就不会成为 所谓公众负担 大家知道呢 美国每年 新吸收超过一百万的移民 发放超过一百万张的绿卡 在这里面呢 有很多新移民呢 是低收入 低学历的个人 应当说呢 来自中国的移民 根据数据统计 在收入资产 学历 专业工作等方面呢 是处于这里面相对 比较好的位置 这个呢 由美国的华裔居民的 收入数字 统计等等 作为证据 因此呢 看我们视频的 说中文的申请人 也可以不用过于担心 不用过分的把注意力 集中在说 在几年前领过福利 怎么办 这一种或者那一种福利 会不会被考虑 包括进去 哪一种福利 没有关系 有多大关系 等等 如前所述呢 移民局在判断 公众负担的时候呢 不是一个机械式的 仅仅看过去历史的 那么申请人 以及家属 可以更多的准备和提交 在资产 收入 学历 工作等方面 个人资质的证据 用来证明自己 和家人 不会成为公众负担 更多的考虑这方面 比追溯以往 说我以前用的 某一项具体福利 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呢 更有意义 对你自己更有用 好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怎样避免 因为福利问题 公众负担 而影响绿卡签证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谢谢